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奇,丁丽人赢了,在2023年世界冠军对抗赛第四轮当中,丁丽人上演《王者归来的好戏》,击败了俄罗斯特级大师聂波姆尼亚齐,将整个对抗赛的总比分改写为2比2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盘伟大的胜利,那么丁丽人直白在这盘对局当中选择的第一步招法是冰到C4,那么这个招法也是近年来丁丽人直白的最主要的核心的武器, 英国式开局,那么白旗走起英国式开局可以说冰形是非常变化多端的,那么这也给了黑旗想要去准备白旗的开局提升了难度,那么对局当中马F6,马C3,E5,马F3,马C6,那么白旗丁丽人选择了冰到E3的走法,那么冰走到E3的走法是最近5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走法,那么以前比较传统的走法是白旗 冰到G3准备出动保冷项,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丁丽人选择了冰到E3,顺便说一下,在这的时候黑旗是绝对不能走冰到E4的,因为如果你走冰到E4的话,对方马G5,那么黑旗的子力还没有出动,那么这个冰就已经过河了,导致白旗可以很好的去进攻他,比如说现在直接走后C2,那么这个E4冰就很有问题,那么即使你马B4,我们后B1,这个E4冰的话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E3走完之后,黑旗不能够着急走E4,走了向到B4,上向,那么为E4做准备,随时准备换掉C3马,并且为自己的E位做准备,那么白旗上后到C2,黑旗向吃C3,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冰吃C3,那么用自己的冰吃回到C3,形成中心的聚冰,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那么我以前下这个局面的时候,我下过黑旗,有人跟我走过后到C3,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B3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中心聚冰,那么对局当中,黑旗走了冰到D6,那么白旗盯立人的冲冰到E4,那么由于我们的B2冰吃到了C3,已经守住了第4格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冲冰到E4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招法的选择,那么挤住对方,并且获得很中心的优势,不让对方马第四跳上去, 建立起一个冰的中心,那么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短一位,白旗上向到E2,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除了向E2之外,也有人喜欢把向放到G2,走冰到G3,然后向G2也是可以的,对局当中向到E2,那么聂波想要赶紧,趁白旗还没有完全的展开自己的冰阵,那么想要去给白旗施加一些压力,对局当中走了马跳到H5去,准备随时马跳到H5去, 马到F4,那么进行威胁,那么并且马到H5之后还可以随时冲冰F5,那现在对于白旗来说,那么看上去有一个战术,可以马吃E5,然后准备向吃H5,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因为对方马E5吃回去,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走向H5的话,对方可以后继五,抓向的同时威胁你的G2冰,那么白旗得不偿失, 虽然你可以向F3回去,把这个G2冰守住,但是比如说在马吃冰吃之后,对方最简单的,后到G2,抓车的同时威胁你的F3,白旗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是自己的王出现了问题,所以在马H5走完之后,这个战术是不能走的,对局当中呢,丁力人走了冰到D4,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冰的中心,那么黑旗呢,跳马到F4,聂波的思路呢,是去交换掉白旗的黑格像,使白旗不能拥有双向,但是这样一交换的话,这个 E5冰也吃到了F4,形成了叠冰,并且呢,白旗的中心将会更加的厉害了,那么对局当中,短一位,后F6,那么白旗车F11,继续的这个稳扎稳打,建立起自己的中心,黑旗呢,走了车以巴,那么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向到D3,电脑认为呢,这步招法不是一步好奇,我觉得向D3呢,也没有那么好,因为在向D3走完之后,会给了对方向G4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在这个局面当中呢,拥有中心的一方啊,应该可以考虑, 不用着急啊,那么因为你的空间比较大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缝缝补补,敲敲打打,把自己的边边脚脚啊,那么击脚嘎拉,全都给控制住啊,比如说在这的时候呢,先走H3,不让对方向G4啊,那么阻止对方的反击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如果对方后到G6的话啊,我们可以忙到H2,那么这个招法有点像第一局,涅波给自己的王挖坑的这个走法啊,H3,王H2,先把自己的王呢,藏到好的位置上,然后再考虑向到D3进攻,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E4兵也是一个有毒的兵,无论是后吃E4,还是车吃E4啊,那么黑棋呢,都要这个丢子啊,那么黑棋的底线也都有问题的啊,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也许H,也许代替向D3啊,那么丁力人应该走H3,可能是更加精准的这个走法,限制对方的反击, 对局当中走了向到D3,黑棋呢,走了向到G4,那么白棋呢,回马到D2啊,黑棋呢,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一步坏棋啊,那在这的时候啊,涅波展现出了,他作为这个超一流棋手,性格当中的一点点的弱点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呃,太过于相信自己啊,那么在一些简单局面当中啊,或者是他认为简单的局面当中啊,或者是他认为简单的局面当中啊,走得有点浮躁啊,那么走得过于急躁,在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呃,呃,棋盘左侧是他的 这个时钟,他有一小时26分钟,那他仅仅花了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啊,就走了这步马A5啊,那么,那么两分钟在这个局面当中,我觉得是稍稍有点快了的了啊,因为在这的时候,呃,黑棋有几种选择可以考虑,首先呢,你可以考虑F3,然后呢,除了F3直接进攻的招法之外,你还可以考虑限制对方的这个招法的,呃,限制白棋的思路,比如说车A,D8,把自己的A8车全走出去啊,那么所以F3车A,D8这两步棋呢, 应该都是需要时间去考虑的,但是涅波在两分钟的时间之内就选择了马A5啊,一方面证明他对自己的判断比较自信了,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显示出他有的时候啊,下棋会有一点浮躁,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F3这步棋呢,我并不觉得是好棋,因为在G3走完之后,虽然看上去G2很弱,尤其是对方如果能够把后放到X3,后到G2就是杀王,但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向F1守住G2啊,并没有任何的危险,而且呢,F3之后这个兵呢, 有点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白旗呢,可以随时车E3啊,给这个F3兵进行威胁,所以这个兵呢有点轻尸冒进啊,那么走得太快了,那么导致很有可能成为不了这个帮助黑旗迎旗的英雄,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对方围攻的一个目标,所以F3的话有点太急躁,那么另外一步招法啊,我觉得车A第8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了啊,那么为什么车A第8有必要呢? 就是因为把自己的车放到地线,为阻止对方将来的威胁,比如说丁丽人如果还是按照他实战当中的思路走,C5,DC,E5,比如说后H6走开,那么车在第8守住了第5格,那么白旗啊,就没办法冲兵第5了,没办法让自己的两个兵像这个推土机一样去威胁对方了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车A第8我觉得是黑旗最好的一步招法, 对局当中走了马到A5,那么丁丽人呢没有错过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在马A5走完之后,黑旗呢把马跳到了棋盘边线上,那么白旗呢立刻马上在中心发动了突袭,对局当中C5好旗啊,那么用自己的谍兵去引开对方的D兵,那么在这个时候黑旗呢除了DC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法, 因为呢,我们下步随时都可以CD,然后解决我们自己的谍兵,并且呢破坏黑旗的兵型,对局当中DC吃掉,然后丁丽人,冲兵E5,威胁后的同时,威胁向H7,所以只能后H6,然后丁丽人在这的时候冲兵D5,你可以看到啊,白旗气掉了一个兵,但是D5和E5就像两个推土机一样啊,那么挤压了黑旗的空间,我们都知道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拥有了中心的一方,就拥有了这个主动权,可以挤压对手,而你看一看 黑旗的子力啊,那么可以说这个马在A5,向在G4,后在H6,车在A8,对吧,那么这四个旗子完全没有形成力量啊,没有行,没有把力量拧成拳头,所以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只能够去满地打滚式的骚扰,并不能够给白旗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威胁了啊,那么黑旗并且多的兵C5和C7呢,那么是叠兵,那么实质上是多一个兵,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这两个兵啊,却发挥不出任何的作用,对局当中车AD8,但是已经有点太晚了, 冲兵C4,那么黑旗呢,走兵到B6,守住自己的A5马,白旗呢,冲兵H3,来威胁对方的向,对局向到H5,白旗呢,上向到E4,还是建立起自己的这个,稳步地建立起自己的中心优势啊,车E5是不敢吃的,因为有向H7,那么向E4之后,黑旗走了车到E7,白旗呢,后到C3,保护住E5,黑旗车到E8,继续的威胁E5,那么白旗向到F3,黑旗呢,马到B7,白旗车E2,啊,那么还是,丁令人呢,不慌,不慌,不慌。 那么继续的建立起,以自己的中心为盾牌,建立起自己的这个进攻的优势,对局F6,那么挑战人格的E5兵,那么丁令人呢,冲兵E6,对局当中走了马到D6,封锁,黑旗车E1,啊,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那么黑旗,涅波啊,那么他的这个招法的选择啊,应该说是有一些问题了,在赛后的这个采访当中啊,那么涅波透露说,他在这个局面当中有点过于乐观了,他认为这个局面,黑旗是, 还是,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呢,在这的时候,他选择了马到F5,然后准备马到D4的这样的一个争胜的一个下法啊,那么,或者是相对积极主动的一个下法啊,那么,可以看出啊, 涅波姆尼亚奇在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局面当中,他的局面判断出现了问题,而且呢,涅波姆尼亚奇也许是,这个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啊, 导致自己的局面出了问题,那么在这的时候啊,继续,你可以看一下其中左侧的这个用时,34分53秒,在这的时候啊, 马,马F5几乎没有花时间啊,就是证明这个涅波姆尼亚奇呢,还是, 但是,有些时候对自己太过于自信了,然后有的时候呢,他的招法呢,有点太过于这个,不够冷静啊, 那么,太过于急躁,那么马到F5准备马到D4啊,比较好的思路,其实啊,黑棋在这的时候应该意识到, 白棋的兵链这么凶,黑棋在这应该建筑一道堡垒啊,那么,力宝城门不失, 而马在D6呢,非常好的一个位置,那么顶住了对方的这个有根通路兵,而且持续不断的给C4施加压力, 那么给C4施加压力并不是说非要吃掉这个兵,而是通过威胁C4兵,导致这个白棋的后和马呀, 不能够去走开了,所以马在D6是非常好的位置,完全不需要把马放到D4去啊, 那么在这比较好的走法呢,是向盗G6啊,那么继续的去,呃,这个, 这个,消极的等待和防守,但是消极在这的时候啊,那么并不是一个坏事啊, 那么就是等着白棋去采取行动,黑棋呢,以不变应万变,建立起一个堡垒啊, 那么呃,在这的时候涅波还是选择了这个比较积极主动的直接去反击的这个走法, 但是国际象棋其实跟战争一样啊,有的时候你需要去迅速的去给对方制造威胁啊, 去进攻对方,有的时候当你的力量不足以去歼灭对方的时候,那你的局面已经不好的时候, 那,呃,应该稳扎稳打啊,那么不要去搞这种小的偷袭, 因为小的偷袭,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自己头破旋流啊, 马到F5,对局向吃H5,后吃H5,那么丁立人车到E4, 后到H6,因为车E4是正在威胁F4兵,后到H6,后到F3, 然后呢,在这个局面当中呢,涅波姆尼亚棋走出了一步熊孩子式的走法啊, 那么这步棋走完之后,导致整个局面就迅速的崩溃了, 他在这呢,走了马到第四啊,为什么我说这步棋是熊孩子式的走法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俱乐部的群里面啊,有一位家长就很有意思的说, 哎,涅波的这个马第四很像我家熊孩子的这个走法, 因为我家熊孩子看到这么好的吃对方后的机会, 肯定不会错过,所以一定会走马第四啊, 那么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啊,大概是十几岁的年纪啊, 那么走出这个马第四啊,那么应该是还是情有可原啊, 那么但是呢,作为涅波啊,那么世界顶级的棋手, 那么在这个时候,同样又花了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走了马第四这步挠人家一把的这个招法啊, 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啊, 反而是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防守机会, 在这个时候最好的招法应该冲冰技武, 这个局面的话,丁丽人肯定是局面有主动的, 但是想要啃下黑棋这个铁桶阵式的硬骨头, 还需要一番努力啊, 那么所以在这的时候啊, 这个马第四是非常非常不顽强的一个走法, 那么丁丽人在这的时候啊, 几乎不需要考虑啊,就走出了这步车第四啊, 那么这步招法也是一个直觉性的决定啊, 就是这个直觉骑的, 我们说的骑感啊, 从哪里来, 就是通过不断的对局和总结自己的对局, 以及多看这个大师级别骑手的对局, 能够产生这种骑感啊, 那么所以呢,丁丽人在这的时候, 车到第四, 值得说一下的是啊, 这步骑是第29步, 那么整个对局呢, 在第47步的时候, 涅波呢, 亭中认输, 那么从29步到47步, 18步的过程当中, 丁丽人走的全都是血鱼, stockfish啊, 这个国际象棋引擎的这个首选招法, 可以看出啊, 丁丽人的这个technique啊, 丁丽人的这个技术, 那么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接下来的招法啊,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因为全都是血鱼电脑的, 首选啊, 车吃第四, C吃第四, 对局当中马B3, 准备吃掉第四兵, 那么冲兵G5, 那么白棋呢, 马吃第四啊, 那么现在C6和F5, 有两个非常好的据点, 后到G6, G4又是一步好棋, 准备马到F5, FG, FG, F5格还是我们的, H5, 马F5, 车到H7, 后到E4, 那么跟对方的后在同一个斜线上, 将来有一些这种马E7的闪击的机会, 那么所以对方王到H8躲开, 那么丁力人冲兵E7, 腾出E6格, 让自己的后可以侵入, 那么对局后F7, D6, 那么好棋, CD马D6, 这是一个踢双, 后到G8, 那么白棋呢, 成功的赢回了自己的棋子, 后到E6, 王到G7, 那么在这的时候, 丁力人又走得非常的精确, 车F1, 车H6, 车D1, 那么看到这儿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为什么不直接车D1, 为什么这个车效先嘚瑟一下, 先跳下5, 车F1再车D1, 因为如果车D1的话, 当然也要赢, 对方可能王G6, 你车D8就进不去了, 因为对方吃着E7, 所以我们在这的时候, 先走车F1, 攻击F6, 把对方的车逗到H6, 然后再回来, 这样的话, 下步车D8, 对方就挡不住了, 实战当中, F5, 后到E5将军, F兵一动, 这个王又暴露出来了, 王到F7, 后吃F5, 终于, 那么丁力人可以放弃自己的E7兵, 然后来打开线路, 那么黑旗的王前可以说是一片开阔地, 那么白旗的后和车, 两门重炮将会狂轰滥炸, 来打黑旗的脑门, 那么车到F6, 后将军, 王到E6, 那么在这的时候, 丁力人又走了一步非常精准的招法, 后到G7, 个应对方, 把对方的棋子全都捆住, 那么黑旗在这就已经要输旗了, 因为后一期的话, 我们车E1, 在这的时候, 后G7也是非常厉害的一步招法, 那么不要着急去继续的将军, 那么比如说车D1, 后一4, 效果都没有这步后G7好, 直接控住对方, 把对方全都缠住, 对方车G6, 那么实战当中后F8, 那么黑旗在这认输了, 因为如果你后一期, 我们车E1就多后了, 那如果在这的时候, 你走车到G8退回去, 我们在这的时候, 无论是车到D8, 非常有意思的四个子连吃, 对吧, 或者是车到E1将军, 然后王帝7, 后F5都可以赢7了, 所以在这,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车D8, 感觉更酷, 那么到这儿, 这位丁丽人就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 那么祝贺丁丽人, 那么在这盘对局之后, 社交媒体上美国的特级大师Yu Jin, 那么对这盘对局的总结, 和整个比赛的走势有一个判断, 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 在这的时候分享给大家, 那他说丁丽人的第四盘的迎起, 给了丁丽人confidence, 给了丁丽人重新的给了他更多的信心, 那么同时也看出丁丽人在封闭的局面当中, 那么要优于聂波, 并且丁丽人在这盘对局当中, 下得比以前更快, 有更快的Faster Decision Making, 那么就更加相信自己, 自己在棋盘上做的决定就更加的有效, 那么反观, 聂波这盘棋输完之后, 可以暴露出他自己下棋游的时候急躁的弱点, 那么急躁往往会产生blunder, 产生败招, 产生坏棋, 同时聂波在这盘对局当中封闭局面的招法处理的很有问题, 最后我们可以看出在Game 3, 在第三局和第四局当中, 聂波姆尼亚齐的开局准备是不太好的, 所以可以看出聂波的开局准备, 那么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那么厉害, 那么现在赢了这盘对局之后, 丁丽人把总比分改写成了2比2, 重新的夺回了比赛的主动权, 那么明天4月13号是一个休息日, 我们4月15号继续给丁丽人加油, 好, 我是凯奇, 这期视频到这儿, 拜拜。